恐怖活人制製事件在現 信徒因信仰而獻命 外媒報導 住在印度西部 古吉拉特邦的38歲農民 馬克雅納 和他的35歲妻子 漢薩本 若有13歲的兒子 和12歲的女兒 他們某一天 突然以叫子女去探舅舅為由 把子女送到親友家 但是當子女第二天回到家 就經見父母 伸手易處的恐怖畫面 原來他們在家自製了斷頭台 了結生命 負責案件的當地副督察 假得假話 這對夫妻 先準備了一個火壇 然後把她們的頭 放在一個用繩固定的斷頭台裝置之下 切斷的頭顱會滾入火壇 警方相信這對夫妻 是獻命了活人制製 之後還在她們搭建的臨時寺廟中 發現遺書 這對夫妻表示 是自願結束生命 與其他人無關 還拜託其他親友 幫忙照顧連接的父母 和兩個子女